當上年2015年9月13及20日 以色列人正值遵守為期約20多天的吹角節及主彭節的時候 整案教會的主日信息 亦同時播放由約和牧師所介紹的兩種補現方法 包括接地grounding和MWO多頻震盪器 價有效地改善身體狀況是醫療的奇蹟 過往百多年來更曾有無數重症完全康復的例證 甚至能夠特之有如反怒還童、長生不老的果效 事實上這兩片主日內容與每年9月中秋節 自古流傳上俄賓月長生不老的故事非常吻合 除此之外另有與923屬罪日吻合的事件 上年2015年9月20日主日聚會完結後約下午午時多 亦說牧師遇上有教會全職陳興盛負責駕車接載他外出晚線 途中牧師突然想起快到9月23日 就是以色列的贖罪日 而以色列人一日的開始 有別於香港和其他地區 是由當地黃昏開始第二天 亦和牧師就隨即查看微信WeChat App 亦向資料源核實 究竟今年9月23日贖罪日 會在以色列當地9月22日黃昏的什麼時候開始呢? 以色列與香港的時差有多少呢? 化為香港時間即是什麼時候開始呢? 值得留意 往往六年以來 日和牧師甚少問及每年以色列的節期 或者每年贖罪日 對應香港時區的開始時間 這次可算是牧師首次按感動查問的不尋常事件 結果相距十數分鐘之後 即2015年9月20日下午近六時左右 資料源回複牧師證實了 在2015年9月22日 以色列當地黃昏六時就是9月23日贖罪日的開始 而且以色列與香港時差是慢了5小時 即是化為香港時間在2015年9月22日晚上11點 只是以當時日和牧師在車上的時間計算 即是剛好距離約53小時 事實上 相距日和牧師查問資料源的時間計算 剛好相距923宿序日還有54小時 確實是時間上的驚人吻合 因為 上年2015年9月1日 即是日和牧師的生日 2015年9月 也正是日和牧師由53歲踏入54歲 當日和牧師計算關於923宿序日的開始時間的時候 同樣巧合地出現了數字53及54 即是上年2015年9月 日和牧師生日前後的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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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稅數據ồn 時日和牧師公開 日和牧師蒂